所謂的獨家畫面 5月23號昨天就在烏丘 東影的海域 大陸海警跟海軍艦艇同框 軍警協同升級 好 那在 然後還有這個福建海警 這個我們昨天講過 有沒有 距離烏丘 最近的只有2.8海里 貼著烏丘走 然後貼著東影走 只有3.2海里 東影大家可能比較不熟 但是大陸很多軍事博主 都把東影單獨挑出來講 相信麗將軍也很有感覺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 今天有大陸海警2304艦艇 出現在這個東部外海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 大陸有很多的點 他們的記者都在船上 現場standby 現場這個報導 那在昨天的時候 東部戰區的易陽艦編隊 到我們這個彭嘉宇 彭嘉宇大家每次聽到 戴立剛報氣象的時候 都會講到彭嘉宇 對不對 我們對他的印象都是 在氣象播報的時候才會出現 他是在基隆北部 就我們臺灣北部的一個門戶 五十六海里 說在這邊被我們驅離 然後就是剛剛亮哥講的 昨天賴清德第一次以三軍統帥的身份 跑到天下第一師 海軍陸站的這個六十六旅 在淡水河這邊 當在這裡記者有追問他 總統總統 這個大陸軍業你怎麼看 他對於這個問題 他沒有直接回答 那在現場他講了一番精神喊話 好我剛剛講說這個論述要跟上嘛 國台辦每天記者會那這次在二十三號記者會當中 他特別強調這個軍演是針對台獨分裂跟外部勢力 絕對不是針對臺灣廣大同胞 這個很重要 然後我們就看到這個華春瑩嘛 來我們華春瑩的圖丟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華春瑩是這個中國大陸最佳的這個宣傳者 我們看到非常有意思 他的圖我覺得就是非常的簡單 但是信心含量其大無比都是給內行人看的 看到這個開羅宣言有沒有開羅宣言 就當初這個波茲坦宣言的公告1945年 另外Jimmy Carter這個美國的前總統 這是當初這個建交的時候有沒有口白都在這裡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大國啊你美國是不是大國呢 應該要信守承諾尊重歷史跟事實 就這樣大家懂了 他等於是這個遙相呼應 中國的這個主權問題 還有這個臺灣的這個定位問題 有沒有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好這個是華春瑩 所以我說行動有論述要跟上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這是昨天東部戰區釋出的越海殺器 它有六大象 昨天我們的來賓張將軍現場 一個一個破解 講得非常的詳細 那其中殲20為什麼排第一 殲20大名鼎鼎大家都知道了 隱身戰機 然後它可以突破絕大部分的防空系統 癱瘓戰略要害 在過去大陸所謂軍機擾臺當中 我們的國防部監控 始終名單上沒有殲20嘛 但很多專家認為殲20來過 只是沒有被發現是不是啊 那這次是他告訴你就是有啦 就是有嘛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方並沒有公佈訊息 那他來之後可以制敵三代機 四代機牢牢地握住制空權 還有我覺得很有意思 則記大使你怎麼看 就是每當臺灣有事 照理說日本應該出現 美國應該出現 就看到這個新聞 在520前一周 520也很重要 被認為520是一個非常 非常不穩定的時刻 520的時候 這個原本部署在日本的 美國航母雷根號突然出港 然後直奔第二島鏈 然後羅斯福號呢 按原定計畫到新加坡去了 然後呢出新加坡之後呢 從南海一路往南 奔向了馬六甲海峽 距離臺灣呢 大概是三千公里以外 另外呢在這個解放軍 圍台軍演的時候 照理說這麼多機型來 RC-135不是這個蒐集參數 最好的時間嗎 說這個RC-135U 從琉球起飛之後 竟然直奔這個東海海域 也沒有過來 奇怪RC-135沒來 航母也沒有來 不過當然今天 美國歐洲 都有一連串的譴責 五角大廈說 中國此舉是魯莽嘛 那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就是敦促北京政府要克制 歐盟也講話了 介大使怎麼看待 這些算是國際的聲援嗎 還有美國的這個 逃出了這個三千公里 以外還有RC-135 也不在乎這什麼意味 我想不但是這個 說辭跟行動 都非常非常的微弱 那這個安倍可能就是說 已經離開這個世界 所以他講的 台灣有勢就是日本有勢 可是這一次大陸軍演 那很清楚的 那麼台灣有勢 日本沒事 那美國什麼呢 台灣有勢呢 美國怕勢 所以本來軍隊都離得遠遠 離遠是絕對是有必要 從軍事角度 因為你這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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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紛爭 你如果往這裡開過來的話 你會被解讀 你想要來干涉 所以他一定要用行動來化解你對他的 什麼 這個 所謂的這種關切 甚至誤判 所以它是要躲遠一點 這個美國過去都是這樣 這在軍事角度來看是正確的 你既然無意干涉的話 你就不要發出錯誤的訊息 子彈不長眼睛 這時候你不但不要發出錯誤訊 你要很明確的信息 你表示說這事我不管 跟我無關 那最好就是我離開 你不要人家一打架的話 你跑到你跑到旁邊去看 介大使我小補充一下 因為他如果讓人家感覺要干涉 那他的美軍基地就會被攻擊 那不是不能開玩笑 對這個不能開玩笑 所以美國是 美國是很專業的 這個不是說正好排好 我雷根號要準備 要準備好 要準備溜了 他就是要這樣做 然後就是不要給你錯誤的認知 一點模糊空間都沒有 而且你看 我覺得他真的是 他520前一週就開始閃了 他知道了 知道那個時間點之後 可能會有事 這個所有的做任何事情 有經驗的人 他都是看在前面 他不會看到當時在反應 當時才反應的話 就沒有 所以真正專業跟非專業 就是說 我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而且都不會猜錯 那而且是呢 前置信作業都非常 520那天會 可能會發生什麼 我們該怎麼樣 那要先做的 不能等到 等到事情發生才這樣 不過這次大陸的軍演 我覺得他有三方面的這個目標 我覺得一個是對軍事專家 給軍方的人看的 這一次基本上就是很多的作為 他這個譬如軍種很齊全 然後現在很多炮衣卸下 尤其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PHL的那個火箭彈 原生火箭炮 艾火箭炮 然後呢 這個東風 然後這些都 都已經有角色 然後呢 有一點 我們的國防部絕對不會告訴我們 就是說抵禁 抵禁到什麼時候 抵政到什麼地方 那只講了一個 這個軍艦在這個彭嘉宇 彭嘉宇 那其他的有沒有沒講 這個東西啊 就會我覺得我從那個昨天 他講硬變區 硬變區啊 所以他不敢講啊 那今天我覺得就是說 抵禁到什麼程度 那這個就展現大陸 跟你賭到什麼程度 那等你啊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備戰不應戰 我們不挑釁啊 那就是說我今天就 就是說這一個刀揮過來的時候 離你的身體還有多遠 介大使其實我看到 他這一次的這個維台軍艦 一切就是清清楚楚 全部公開 說實話你就算是外行 你看了幾篇文章 大家也都懂了 那你覺得呢 你覺得以賴清德的這個動作來講 他是不是意識到嚴重性 所有的訊息他都接到了嗎 他是 他是我想他在做這個演講之前 他身邊這些人 也會告訴他可能會什麼有反應 我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如果這麼告 我一定會身邊的人 可能有什麼反應 你們講 那他一定也會知道 這也是可能反應之一 可是呢 這個跟你在沒有直接經歷 你沒有坐到那個位置 直接去經歷這樣一個衝擊軍事 跟你在之前 你想像是完全不一樣 那賴清德那天的臉色實在是蠻沉重 而且記者問他他是完全不答 照理說以他的個性他可以在這邊譴責一下 或是呼籲一下民主價值 但他完全沒有 他心裡面就在想說哇你來真的 我剛上任你就給我這樣子玩 對不對 那他心裡面是想報仇呢還怎麼樣 這只有他知道 不過臉色是很凝重 那他也實在是應該怎麼講 不確定是因為不到一天擺出那麼大的陣仗 這個陣仗很大 這個美國也大概有意料之外 對這非常大的陣仗 這陣仗太大了 而且他他真正他今天坐在那個位置上 跟他沒有在那個位置上 看那個蔡英文去面臨之後 那完全兩種不一樣 否則以他以前他一定會出來譴責一下 他應該是認為會有反應 可是沒想到不到一天陣仗就這麼大 他講說你在不是挖我牆角 你是動搖我根基啊 他是這種感覺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個也是針對軍事 然後這個佈局不給誰看呢 就不給美國人看 我今天擺明了我就這樣圍 而且這些 然後這一些譬如說這些3D轟炸 那是給台灣老百姓看 現在很多老百姓 在這個網站說我好怕 不是啦 因為那個如果發生了就不得了 對 因為他那個火箭彈 他那個火彈 他有一種攻擊火箭彈 那飛到你上船以後是垂直下來的 所以他有這個畫面 就劈劈劈跟下雨一樣垂直下來的 那這個東西的話 你現在老百姓怎麼會不怕呢 今天台北市街上老百姓 雖然還是得上班的上班上學上學 你看在校的人很少啊 臉色都很沉重啊對不對 股票市場很簡單啦 股票市場說實話啦 把我們的錢拿出來四大基金加起來好幾兆 到股票市場找一些地方買一買 那還可以撐個撐個撐個 撐個一兩個禮拜啊 然後搞一個榮景一點都不難 所以在這次軍演之後 就已經沒收了這個控制權了嗎 基本上他是完全主動 而且呢 這個東西他就測試啊 美國現在避險走避 對不對 日本沒事 日本敢坑嗎 你看日本敢不敢坑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歐盟這個就是例行公司啊 他這個立場 二十年前我在歐盟 他就這個立場 對啦 其實講很多話 就跟小編講說放一小句就好了 因為大家就這樣 美國講的reqless又怎麼樣 那不是很重要的事啊 對不對 然後你有身高危險 美國也只能這樣講 他再不講的話 美國這個政府也該關門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他就是 然後呢 基本上 讓你上臺灣老百姓看看 賴清德他們這些專業的 跟那個 現在那個 跟那個國防部長 外航國防部長 他們敢坑氣嗎 擺明就不坑氣嘛 你已經大軍為敬了 他們展現了什麼決心 在那邊 你看我我看你 然後呢 叫那些軍官出來講幾句話 這個進入到我們彭嘉宇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監控中 導播那個我們昨天那張圖 就是裴洛西來的跟這一次的軍演的那個圖有沒有 這個丟一下好不好 然後還有剛剛那張泰式圖 也分別丟給我 你準備好了就把它丟出來 那我繼續講一下 我請教一下亮哥 當然這個有幾個看點 大陸有很多博主都發表談話 我覺得都有一些參考價值 就是說在這一次他第一個就講到這四個島嘛 分割包圍 這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切香腸 切些切些 切之後香腸就不完整 就不會回去了嘛 所以就是先收回了離島的實質控制權 然後收回台灣本島的控制權 然後海警也進來了 你看到他這個烏丘啊東引這些地方 這由我們的駐軍哦 解放軍都不用 中央的海警也不用 直接福建地方海警出來就可以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抗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歡迎 請問一下 從文章 連接 在 右邊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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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手